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院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前卫生署长陈建仁教授 副院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副院长我们想先从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大家都好紧张 登革热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而且我们是用大爆发来形容 因为尤其是在台南的状况很严重 您怎么看 您觉得这一波 是不是真的大家要很小心 要担心 确实这一次的登革热在台南 这爆发流行确实是需要极高警觉 特别是在这一次有十多个人 因为登革热而死亡 这是和以往的例子比起来 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那在登革热的蔓延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得到 实际上在病棉纹的扑面上 还需要再加把劲 通常传染病的防治 都是需要防围镀剑 也就是说当有一个病人 进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就应该要好好的去控制他 当病棉纹的指数偏高的时候 就应该去扑面 如果等到有3000个人得到感染 而且病棉纹到处都是的时候 实际上控制起来就是相当的困难了 不过完养补牢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当中 我相信因为在环境当中 湿气还相当的重 然后温度也很高 再加上声音的现象 所以病棉纹的指数并没有减少 那再加上又有那么多的病人 那一旦病棉纹 盯到了这个病人以后 这个病毒在他的体内复制 就很容易再传给其他的人 副院长就您的观察 其实过去这个登革热在台湾很久了 为什么今年会突然大爆发 我想今年突然大爆发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今年有声音的现象 全球暖化再加上今年的雨量也很足 那所以在一些空旷的地方 这个积水的地方比较多 那刚好很适合资深 再加上全球暖化以后温度提高 这个蚊子通常在28度以上 才会有很多的活药才会盯人 所以温度高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今年会爆发流行 实际上跟气货的变迁 全球的暖化是有关系 再加上今年的雨量足 所以使得野外或者是室外的场所 都比较多的直升员 您自己现在来评估 你觉得这个疫情可以控制吗 还是可能会再严重一些 这些疫情要控制的话 我想需要全民的参与 因为并没有我们直升员的控制 只有靠喷洒药物是一点都不够的 最近传出来南部好像就是喷洒药物 蚊子出现抗药性 对 所以喷洒药物如果喷洒的不彻底 蚊子产生汗药性以后更难处理 所以避免纹的清除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譬如说我们家里面的盆栽 或者是任何的蓄水的器具都要洗干净 有些时候避免纹的虫卵还会粘在这个容器壁里面 所以要把它洗干净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有效的去扑灭避免纹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 如果只靠黄保署去喷药 那是相当有限 像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媒体上看到 像是投盐 撒盐巴 还有像是防蚊砖 这些事实上也可以发挥功效 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决绝 实际上你撒盐巴的时候 决绝就会死掉了 但是撒盐巴要很小心 就是说我撒了盐巴 如果又来一阵雨了以后 撒了盐巴又冲淡了 所以当雨量特别足的时候 撒盐巴也就是可能是一时间有效 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解决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战争 跟并没有我们的持续性的战争 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那现在大家另外一个很担心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最主要的病例 都出现在台南市 就是在南部地区 那这个疫情有可能往北走吗 照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实际上已经扩散到全省各地 全国各地 那在全国各地的话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了解 全国各地不管是三班加纹 或者是埃及邦纹 都是有在普遍的滋生 那在这种情况下有病霉纹 如果再有一个病人到那个地区 他又盯到病人的话 那个病毒就容易扩散 所以确实是要小心 那现在温度如果到了10月份 9月份 10月份还没有下降的时候 那大家确实是真的要提高警觉 哇 因为最近这个气象局有在讲 说今年是圣阴现象 对 对不对 那万一到了这个11月 还是暖冬的时候 大家就要更小心了 对 以往台湾的灯格热 是不会过冬的 因为到了冬天天气冷下来 病霉纹活动就减少 那病毒也就因此消失掉 需要到隔年以后 病霉纹又滋生了 又有国外的病毒从国外移入 我们才有可能再有新的流行 但是如果是暖冬的话 那我跟你一样同样担心 哇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就是 不只是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自己这个周遭的环境 要注意保持干净 那当然这个天气上的变化 大家也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说今年的冬天温度 没有办法降下来 那就是大家真的要 绷紧神经这个防疫大作战 那防疫大作战 让我还是得要强调 是人人有责 人人有责 大家都要努力 配合政府的措施 去清除这些资深源 那很重要的是 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常常过度的开花 使得这些人畜共通的疾病 很容易从野生动物 跳到人类的族群上 像是艾滋病 伊波拉病毒 MERS 萨斯都是这样 所以人类如何减少自己的 这个过度的扩张领域 然后让野生动物 有它自己好好栖息的地方 我想也是值得我们来深思 其实副院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次的焦点总是在想 我们要发明一个新的 要去打击这些病毒 要打击这些病菌 但是我们反过来退一步 我们应该想想 我们是不是有尊重到大自然 我们有没有尊重到 在这个地球上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万物 对不对 对 确实是这样 我们没有家庭了 我们昨天早上来上班 莫名其妙不能出去 悍染病者一起被隔离在医院 医护人员崩溃呐喊 这是2003年 台湾深陷SARS风暴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全民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 直到他的出现 最近的可能病例的数目 已经在下降 临危受命 接下当时卫生署长的位子 他是抗煞英雄陈建仁 他说人民需要他时 就算是火坑 他也会跳 我想在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压力都很大 我记得很多的场合 都要他去演讲 去安慰人家 到医院里面去 我知道有好几次 他演讲他都会哭 和患者有着同理心 恐惧自己来扛 陈建仁用与生俱来 惊人的毅力与包容 以诚恳暖暖的笑容 鼓励民众面对疾病 其实最难处理的是恐惧 你想想看 这个病毒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连照顾你的医生护士 都一个一个受到感染 对防疫工作 总是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冲劲 却能够在跟人沟通时 身段放得无比柔软 乐观 坚韧又温和 陈建仁眼神中 总是看得到诚恳 因为他能够贴近人 所以让人家能够更信赖他 觉得他真正的是在 把这件事情当一个 自己的事情来做 对 那这是他的性格 对 他本身的协调能力非常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和谐 跟人与人相处 对待署长 那么对待局长 或者跟下面的下属 沟通的时候非常客气 不厌其烦的 在各单位来回沟通 一上任 整个防疫团队焕然一新 在他的带领之下 台湾熬过指责疏离的动荡日子 打赢SARS这场防疫大战 他也创下首例 成为第一个不是医师出身 却当上卫生署长的人 他自己虽然并不是独一的 但是他对于病理 对于疾病的认识 比我们都还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从医学院毕业的人 都不敢跟他比 谈起陈建仁 从前的学生格外亲切 还是改不了口 要叫他陈大哥 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始终把防疫 当成人生使命 这份热情 从几十年前就看得见 像他是全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 认定全世界最重要的 深中毒的专家 就是五角病 那那个部分不是传染病 但是他也是B型肝炎的专家 这中钻炎疾病 除了B型肝炎的研究 深受瞩目 影响世卫组织 把疫苗纳入全球接种计划 陈建仁更早在70年代 就投身五角病研究 他的研究到现在 还被全球专家引诱 这些癌症的死亡率 有随着含生量的增加 而逐渐增加的情况 所以这再次说明说 生确实具有多发性的致癌性 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 那么碰到了美国的环保署 卫生部 那只要讲到 有关水中含生 Ethnic的level 每一个人都认识陈建仁 每一个人都要引述 陈老师的那几篇文章 不仅是美国人引用它 我知道连WHO的一些标准 也都是要参考它的研究 对台湾防疫工作贡献深远 更在抗SARS成功之后 重整防疫体系 参考美国成立属于台湾的 国家卫生指挥中心 因为SARS之后 然后有一次 他到了美国去仓返 结果发现 美国在美国的卫生部长 办公室的旁边 也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 人生的目的在于立他 而不是立己 陈建仁用行动来体现 在一次次疾病浪潮中 他始终维持坚定的步伐 带着招牌的温暖微笑 继续为人类扶植贡献 没有陈老师 今天就不会有防疫医师的制度 那最近呢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然后恭喜副院长 你真的康复得很好 您是在非常早期 1A的肺腺癌 就发现了 而且就是动了手术 四天出院马上上班 完全之后不用化疗 而且你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气色这么好 想问问副院长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你一开始怎么发现呢 因为很多人的肺腺癌发现的时候 都是第三期 第四期 已经来不及了 是 很幸运的我在2012年 在做例行的健康检查的时候 台大的杨范池校长 他就跟我说 建仁啊 你不要常常做大肠镜检查 两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你例次检查结果都很好 那你要不要做一下 胸部的低机量电脑断层扫描 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我说好 我去试试看 结果2012年的时候 一检查的时候 我这个诱惠这边 就有一个0.4公分的节节 那杨校长就问我说 见着你抽烟吗 我说我不抽烟 也没有二手烟 然后也不常常有烟的曝露 又没有家族食 也没有结合病跟慢性疾病的 肺病的历史 然后他就说 那没有关系 两年后再追踪 所以2014年的时候 我再做一次追踪的 胸部低机量电脑断层扫描 结果发现这个0.4公分还在 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的0.9公分 那因为2012年的时候 我有我的照片在 所以他又回去看 2012年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点模糊的影像 所以这一个节节算是越来越明显 他就建议我要去做手术切除 那我也很幸运 得到这个陈静心医师的帮忙 做胸腔镜的 你的学生把你心自动刀 对 然后这个就是胸腔镜的 这个手术切除 那因为肿瘤很小 那切除完以后 就很容易复原 而且是微创手术 所以我礼拜四开刀 然后礼拜六静心就说 老师你可以出院了 我说我再留一天好了 我会想那么快就可以出院了 礼拜天中午出院 我下午5点钟就跟我太太到 圣家堂参加主日弥撒了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很快 然后这个复原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他的医术一定很好 那因为我的肿瘤也发现得早 所以我记得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医学院的张上纯院长来找我 跟他夫人一起来 他就说恭喜 你那么早就发现肺腺癌 确实我真的是感谢天主 让我能够透过筛检 发现肺腺癌 那我发现很多的朋友 都是很晚期才发现 像我们大家尊敬的 上国洗书洗主教 他就是比较默契发现 虽然不要把药物治疗不错 可是六年后又复发 那我也觉得 我有一个天主给我的使命 又应该去推广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 能够早去发现他的肺腺癌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善国洗书记主教 我有读过他的传记 谈到他自己讲 就是得到肺腺癌的这个过程 我记得他印象很深刻 他一开始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当然每个人都会知道 自己罹患癌症的时候 会非常的不平 可是他说他转念 就想为什么不是我 因为天主对我的召唤 他要给我一个特别的使命 所以他让我得到了这样的病 然后我可以在这六年当中 做更多的事情去鼓励大家 副院长您是不是也会有 同样的心情 你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不平 觉得说为什么是我 其实扇书记跟我很熟 他得病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聊起他的病 他很勇敢地面对 他把肺腺癌当作他的小天使 当他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惊讶 然后让他的这个传父天主的教育 就传父的更理想 那我当时会发现说 我得肺腺癌的时候 我是有点纳闷嘛 就像杨少长长的 我所有的风险因子都没有 都没有不抽烟 然后没有煮菜 怎么会这样 不吸引人 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我转念一想 也许我做肺腺癌的研究 已经做了十几年 那我也发现台湾的肺腺癌 特别是女性的肺腺癌 只有7%的人抽烟 那所有的原因加在一起 包括二手烟 油烟暴露 家住室也不够才30几% 所以还有60几%的妇女 是没有原因的 可能跟我一样 那这些人如果不透过一个 更好的筛检的方法 去把它找出来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那台湾的女性不抽烟的肺腺癌 跟男性是完全一样的 肺腺癌是风险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听到这个真的让人很震惊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 例如说我们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作息正常 然后我们也是远离油烟 这样就没事了 可是为什么就是 现在反而这样子 还不能够杜绝所有的 可能造成癌症的因子 还有很多未知 就是这个跟像空气污染等等 是不是也有关系 您讲得很好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发现说 空气污染可能在肺腺癌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PM2.5 PM2.5就是很小很细微的颗粒 这些颗粒吸入到人类的肺脏以后 会跑到肺脏的最周边的地方 那肺腺癌都是长在最周边的地方 所以PM2.5的暴露 很可能是台湾 得到肺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以前台湾的空气污染也比较厉害 所以在那一个年代里面 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形 是很值得再进一步去探讨 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怎么样让台湾的空气污染 能够减少 那空气新鲜的品质越来越高 可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另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可能是跟环境荷尔蒙有关 环境荷尔蒙 因为我们发现女性肺腺癌增加的这个速度跟速率 跟乳癌 女性的早花的乳癌是有点关系 那这些都是跟环境荷尔蒙的铺路有关 我们还在做研究 这还没有很确定 环境荷尔蒙大概是哪一些因子可能会造成 环境荷尔蒙的话 就像以前讲的树化剂 或者是农药 或者杀虫剂 这些东西都是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的话会使得荷尔蒙分泌异常 那很可能会造成细胞的增生 那在肺腺癌的细胞上面 也发现了有荷尔蒙的接受器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怀疑 也在探讨中 那当初就是您知道说 罹患了这个肺腺癌的这么早期的时候 虽然说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相信家人还是会有一些担心 那当然 我太太就很担心 那那个时候气氛是比较低气压吗 还是其实还蛮坚强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 我其实是自己还蛮乐观 因为我晓得这是一个小的肿瘤 一旦切除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没有骨转移 也没有脑部的转移 淋巴结转移都没有 所以切完就等于是痊愈 可是家人怎么办 但是我太太就说 你不是跟我讲说那么小一个 怎么我看到 我那个时候在麻醉状况我不知道 但是他看到 这个陈医师帮我切下来的 范围比较大 因为6 x 3 x 2公分 哇 好大一块 他说 哇 怎么那么大一块 他真的有一点驾到 那也感谢他在我住院的这四天的时间 我还可以有病床可以睡 他可是睡在这种沙发椅上 他照顾 相当辛苦 但是他是有一点 有一点被吓到了 切了那么大块 可是后来我的复原状况还不错 两位女儿也有陪伴单人 你是担心吗 因为我认为不重要 所以我没有告诉他 你没有讲啊 然后过来就说 怎么没有告诉他 对 那一段时间 我太太照顾我的时候比较忙碌 那也没有找女儿来 所以就真的当她辛苦了 那女儿金额应该很不舍吧 想说爸爸怎么都不讲 对 但是说老实话 我因为知道这一个病 实际上在医生很好的照顾情况下 做微创手术是容易复原的 我也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 不用担心 因为台大医院里面 这样的一个病人也不少 医生有不少人得到这样的症状 对 那您现在就是在养生 就是这个病后 就是大病出遇 有没有稍微调整一下 你的生活作息或生活形态 还是一切如常 工作上是一切如常 所以我太太一直说 我怎么没有slow down下 慢活一下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比较不容易 但是我太太也关心我 所以他现在早上都会帮我打这个胜利汤 精力汤 然后让我多吃一点果蔬 对我有更多的照顾 所以很不容易 让他幸福 人生观有没有 人生观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但是我觉得乐观以外 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自己 健康平安喜乐 更重要的就是说 怎么去关心别人 所以我得了病以后 我给自己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一定要让台湾的肺腺癌 透过预防或者透过早期筛检 能够让他的死亡率减少 因为像肺癌的死亡率 现在是男性跟女性的癌症的第一名 那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 SARS完了以后 卫生署推出了肝炎病毒的治疗计划 现在肝硬化的死亡率 已经从第五位死因降到第九位 然后肝癌已经降到第三位死因 所以确实我们如果能够做 我们努力来做 让国人更健康 这是我的使命 好 我们先休息下的新段广告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陈副院长他可以说是台湾 非常优秀的流行病学专家 不敢当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他35岁就当上了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台湾光复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医学院教授 对不对 对 确实 算是我运气很好 因为我出国 然后也很快就念完了我的博士学位 然后回来以后就 研究也做得很顺利 所以我35岁就生了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因为医学院的医师们通常 他研究或者是念书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大部分都是40几岁以后才当教授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的 就是其实陈副院长来自一个政治世家 可以这样讲吗 我爸爸确实是对地方政治还蛮 他曾经当过高雄县的县长 对 他是第二届的高雄县县长 第二届的高雄县长 那这个父亲从政的经历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实际上我父亲在我刚刚念完书回来的时候 也有意义让我回高雄去参加选举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 爸 我还是喜欢做研究 但是选举要花钱 他说对啦 你如果要选立法委员要花一些钱 我可以帮你募款 我说太好了 我说帮我募款 让我做研究 他就有点失落 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 才32岁 那我说爸你让我做几年看看 结果35岁就生了教授以后 那时候为何要教授 打电话给他 然后说 辛安兄 恭喜你家的阿仁 那么年轻就生教授 从那个时候起他才放弃了 打烧了要栽培你继承一波的这个念头 对不对 不过因为走地方政治确实很辛苦 所以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大家都怕了 所以他不是只有希望您 他有征询过其他的兄弟姐妹说 看看有谁也想要来接这个政治的棒子 对 不过他后来被我说服说 学术研究确实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像我做B型肝炎 做五脚病的研究 造福都是全世界的人 那后来他也在我35岁 曾教授的时候 我爸爸是对教育子女 很有一套的 他就写了一个日本的牌剧 他说这个 到岁越绝食就越下垂 藤花越下垂 越受人抬手 瞻仰这样子 他的意思我很清楚 就是说要我很谦卑的 去面对我的成功 不可以有任何的骄傲 那这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让我知道说 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上天的赏识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只有更加努力的余地 副院长您提到说 家里有八个 家宁八个兄弟姐妹 也算是一个蛮庞大的家庭 从小听说您父母亲的教育 教养态度就很特别 对不对 对 我爸爸妈妈从来不打不骂 真的吗 对 确实 我妈妈有一次我跟我弟弟吵架 他把我们两个叫到前面 然后他就开始哭了 说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把你们两个交好 我们两个兄弟就不敢再吵架了 因为他一直以爱的教育来带领我们 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母亲 而且他不只是我们的母亲 他因为有经营幼稚园 那个时候有些比较贫穷的人 还把孩子送到我们家的门口 然后当器婴 他就把他抚养长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妈妈的爱 给我们很大的感动 那我爸爸最了不起 骂过我们最严重的一句话 就说傻孩子 傻孩子 就是这样而已 对 那可是那就代表说 其实您的爸爸妈妈脾气都非常好 可以这样讲 他们自己就很有修养 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 其实他有日本的幕府将军的威严 威严 但是他有威严 可是他确实不打不骂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实际上孩子的发展 他很尊重我们 我记得小时候我念书比较好 我弟弟念书没有我好 可是他常常跟人家讲说 这两个孩子长大 有一样的发展 一样的前途 那我念第一名的 当然很不服劲 可是没有想到我爸爸比较对 等到他过世以后 我47岁当中研院院士 我弟弟也是47岁当中研院院士 所以完全一样 所以他对成绩好的 成绩不好的是 一样的包容 一样的盼望 可是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爸爸有要求说 例如说 我希望你们考试成绩要多少 或者是什么 他有没有例如说 你们不可以至少不要考个最后一名回来吧 有没有这些基本上的要求 他很奇怪 他常常说 最重要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身体健康 功课他不在乎 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 就有很大的自由度 去追求我们想追求的东西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父亲 举个例子像我二姐 她高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复仇剑的投笔从容的一个活运动 那我二姐就从高雄女中去报考这个正宫干校 所以我二姐后来高二就进正宫干校 就从军去了 就从军去了 然后823炮战的时候 刚好在马山喊花站 所以他一回来就是中卫了 所以我爸爸给我们子女很大的自由 想到自己女儿要去前线工作 他不会也很担心吗 那一段时间我妈妈 823炮战期间 我妈妈都是以泪洗面 但是没有说那就叫姐姐回来吧 没有 他们两位真的是很尊重我们的发展 这样子的父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是 我们感谢他们 所以其实就是 夫人长你们家的兄弟姐妹 从小就有各自不同的志趣跟发展 我读到一段就是您过去有讲到 其实您非常喜欢看侦探小说对不对 对 我几乎福尔摩斯 两生罗平这些侦探小说我尝尝看 而且那个时候日本的推理小说 也很多嘛 所以我很喜欢看侦探小说 你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说 一个很奇奇怪怪的案例 找不到答案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摸手不到的时候 然后能够透过蛛丝马迹 去找到真正的这一个凶手 或者找到他的原因 这个对于我后来喜欢当流行病学家 去找出说乌角兵的原因在哪里 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 因为这有侦探的故事 流行病学实际上常常去探索一些 神秘怪病的原因 很适合我的兴趣 这让我很好奇了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志愿 副院长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当侦探 我没有想要当侦探 因为那个时候侦探好像台湾 还不是一个行业 没有太流行 但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自然科学 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 也难怪我们接下来聊到您的大学生涯 非常精彩 您是念动物系的对不对 在大学的时候念动物系 但是您好像在大学的时候 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读书上 反而是社团活动非常的活跃 确实是这样 我除了实验比较认真以外 大部分都是在登山社跟慈佑会 登山跟慈佑 登山的话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一个台湾的 爬台湾的大山 那慈佑会的话是我们在weekday的时候 就是平常周日的时候 我们会到孤儿院去照顾孤儿院的小孩 那个时候叫育幼院 那孩子们功课需要我们帮忙做家教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带他们去交游 有些时候还要帮他们杀头师 所以跟孩子们也混得很熟 是不是也是因为参加了慈佑会 所以就认识了夫人 对 她是跟我在大同育幼院服务的 所以我就认识她 我觉得她对很有爱心 然后也很会照顾孩子 我自己很不容易 所以可以讲说大学生活多彩多姿 副院长您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大学有好多的学分 马力安的学分 还有社团的学分 还有工科上的学分 其实您都修足了 到了这个研究所的时候 您才开始念这个公共卫生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情况之下 您会决定要投入流行病学的 这个领域来研究 因为在公共卫生的领域里面 我觉得最需要思考 最需要逻辑推理 最需要有侦探技术的这个课程 大概就是流行病学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选流行病学 作为我的专精 而且在那个时候 确实台湾流行病学的学者不是很多 那她也算是一个新兴的学门 我对她就很追星 其实这一路上我们看到副院长 可以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您35岁就当上了台大的教授 真的也是非常的优秀 青年才俊 但是我想很多人很难想象 其实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算是有些小挫折 例如像是公费留学的考试 你就考了四次对不对 这个对你打击会不会很大 确实会有一点 我们家因为一直维持小康 那我从大哥还有我 我们要出国的话都要靠自己 那就要自己申请奖学金 那我那个时候就考公费留考 当时公费留考一个学门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很难考 所以我考了第四次才考上 每次考不上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沮丧 那第三次没考上的时候 我太太跟我说 你大概记不如人 我就有一点点 不服气 后来我就写了一本流行病学的教科书 硕士班毕业生写一本大学用书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蛮畅销的 这本书是为了证明书 其实我真的很用功 对 不过四次的失败对我来讲的话 是有盲大的班族 现在想起来天主是有他的好意 实际上每一次你碰到了一个石头 可以把你绊倒 也可以当作你的踏脚石 所以失败的过程当中 让我知道怎么去面对失败 后来我的学生每一个人考试不好 来找我的时候 愁眉苦脸找我的时候 我就说请问你失败几次 还没有四次那不要跟我谈 我就可以跟他们谈 失败的时候的感受 那确实不是很好受的感觉 但是也让我们去反省说 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 哪里能够更精进 那是这些乌云总是相经编 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后来就是副院长也非常顺利的到美国留学 没想到又碰到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那个时候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可是博士一念要念五六年 那个时候您怎么办 后来 我记得那个接到我嗜姐电话的时候 说爸爸身体不太好 他本来就有胶原症 那就是现在长得红斑囊仓 那要我早一点回来 我就跟我太太两个人想 爸爸身体不好 我们很难过抱头痛哭 可是想一想 我打电话回来说 把你撑着 我一定马上回来 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 大概经过八个月 我就把博士论文完成了 所以我两年九个月就拿完博士 就回到台湾 那时候听说您有碰到 也算是一个贵人 一位教授真的很帮忙 我的指导教授Bernice Cohen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 他几乎只要留在玻璃墓上班的时间 他还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的五点到六点都是陈建仁时间 他就帮我 跟我讨论研究 然后帮我改论文 让我觉得说没有他 我大概很难完成 这么快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后来我在指导学生上 也是学习他的方式 希望给学生更多的帮忙 您后来顺利地回到台湾 看到爸爸心里有什么感觉 心里就说 真的是很感谢天主 让他能够撑过来 结果我爸爸的感觉更好 因为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住 在住了十年以后才过世 79岁才过世 我回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比以前好 以前爸爸像是幕府将军 很有威严 现在像是好朋友一样 我也可以照顾他 他有些时候喜欢洗泡澡 帮他刷背等等 我会觉得 而且他有很多事情也跟我聊 心事也会跟你分享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回来的是对了 而且那一段时间他最需要 我照顾他 所以也有让我知道说 照顾老人 怎么样让老人身心灵 都能够平安 健康 喜乐很重要 不只是健康而已 身体健康 精神要愉快 然后心灵要喜乐 那这些东西我很高兴 我能够在我爸爸的晚年 能够帮他忙 所以也是最后 因为有最后这十年的时光的相处 其实这个父子上面的相处 也算是很圆满 没有缺憾了 对 可以这样说 其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 都是彼此认识 彼此相爱 然后到后来生死两无憾 所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就在我太太的怀里过世的 那个时候我刚好去做学术演讲 但是他在我太太的怀里过世 但是我相信他都很平安 而且很开心 其实讲到真的好感动 就是听到副院长分享 跟爸爸之间深厚的感情 其实您跟孩子的感情也非常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副院长的两位千金都非常的优秀 可是他们选择了 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路 一般的家长可能会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希望说如果我的孩子 可以去当个医生 律师 工程师 法官那多好 就觉得说在这个社会上 是非常有名望跟成就的 可是您的两位千金 都选择了非常不一样的道路 对不对 对 确实 我老大在考大学的时候 他到圣家堂去祈祷 祈祷回来以后 他说他要考副理系 我说医学院有很多的系 副理系那个时候成绩都不太高 为什么要念副理系 他说爸 你不觉得 我们是要来服侍别人 不是要来受人服侍吗 这是耶稣讲的话 然后我没有话讲 然后他说 他就指着桌上的南丁哥尔说 这是你小时候买给我看的书 我发现说要买 名人传记给孩子看的时候 要小心 其实我小时候 我爸爸也跟我讲 说那个时候日本朝日新闻 做了一个调查 说日本的妈妈买给小孩 看的名人传记 第一名是什么 既然是死怀者传 所以日本有看到很多年轻人 远离到辉州 去最贫穷的地方 去照顾这些人 那我也蛮开心 我女儿选择的道路 是她认为她可以去服务别人 那我老二呢 她后来就去念这个人权学程 东吴的人权学程 那她一毕业以后 就到上目之家 照顾这个家暴少女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结婚 就做八个女孩子的妈妈 去照顾他们 后来到叫做上目之家完了以后 她到那个另外的人权组织里面 NGO现在在人本教育基金会 那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用心 希望去照顾别人 那我也感谢天主 他们没有去选择 一般人所要走的道路 他们走出自己的理想 我记得在我们30周年 结婚纪念的时候 她跟我跟我太太 当着这一个很多教友的面 在我们弥撒嘛 说谢谢我爸爸妈妈 让我们觉得 钱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没有很认真教他们 但是真的是感谢天主 他们选择了像耶稣一样的 去服侍别人 不是受人服侍 副院长您的家庭教育 是不是也是受到 您的父母影响很深 因为您刚刚提到说 您的父母不打不骂 就是爱的教育 你们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对待两位女儿 确实是 我们给他们蛮大的自由 让他的选择 我觉得会有不舍 因为看他们有些时候 忙得天翻地覆的时候 有些时候熬夜 像我大女儿在安宁病房 照顾病人的时候 或者做这一个哀伤辅导的时候 他回来也带着人家的哀伤回家 我们当然很不舍 可是你也会看到说 虽然他们很疲倦 可是你看到他们的脸上 上花的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 荣光放花的感觉 其实父母也学 跟孩子学到了 并不是我们都教他 是有些时候他也教我们 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 这个我觉得 真的要谢谢我女儿 也让我有所体认 也当然谢谢我太太 她也跟我一样 让他们有很大的自由 难怪我们常听人家说 孩子也是最棒的礼物 是 确实是这样 父母亲也是可以跟孩子 学到很多 我记得您之前 就是在刚刚卸任 卫生署长的时候 您曾经接受过访问 您讲了一段话 你说就是 实际奉献当然很棒 这是你这个毕生的这个梦想 你的志愿 但是如果就是这个 公职服务上面 其实你也觉得 是很好的事情 能够为大家服务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你有可能再来担任公职吗 我想学术是我最大的研究的兴趣 但是如果说我可以为台湾的人民 或者是为全世界的人 做更好的贡献的时候 像SARS的时候 或者后来我到国会去 去推动生意产业 如果能够在某些场合上 有做更大的贡献 那我只有一个 听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天主的安排 天主安排我走哪一条道路 我就走哪一条道路 这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道路 我相信 这一条道路 天主一定要我走的是 去帮助别人 使别人过得更开心 更幸福 那我一切顺天主的意义 现在你知道 讲到政治工作 大家就觉得 我们有一句话讲说 官不聊生 就是说现在当官好苦 好辛苦 可是您之前也做过卫生署长 其实当官应该真的是蛮辛苦 但是您会觉得这是一个服务 对不对 我在卫生署和国客会服务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信念 因为我刚刚接到卫生署工作的时候 回家看圣经 结果打开来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你们要在当众人之手的人 就要做众人的奴仆 所以我一直把当政公子 当作是一个公仆 公众的仆人 所以这是一条知识分子的 十字架的苦路 并不是很轻松 那就看天主安排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无论做任何的公子 我都觉得都是仆人 如果我们没有带着公仆的心情 去担任署长或者是国会主委 我们一定很痛苦 因为学术研究是 我可以自己享受我的人生 然后可以照顾全世界更多的人 政治是一个很不容易走的道路 所以我还是 如果要有选择 我当然是继续留在学术界 然后透过我的研究 来照顾更多的人 冒昧请问一下 因为最近政坛有一些传闻 有人有征询过您吗 没有 还没有吗 我会觉得 我不太适合担任那样的工作 我最适合的 很可能还是在我的学术研究上 然后专业上能够使台湾的生意产业做得更好 然后推动学术研究 那我会觉得 这个长远以来 可能是使台湾更能够让全世界的人 更尊重的地方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副院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包括他自己人生 经过了一个这么大的关卡的一个转折 然后提醒我们要如何的来正视人类跟这个疾病之间的共存 还有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 还有您的这个家庭的教养哲学等等 那当然我觉得今天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收获最大的 当然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肺炎癌的筛检 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是不是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 这个副院长要不要呼吁一下 大概是几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去做筛检 在台湾我们是主张说 在55岁以上的人 那如果有家族时有二手烟暴露 有结合病病时 那都应该去做筛检 那如果经济上可以的话 那也应该定期做这个低机量的胸部电脑断层扫描 早期发现肺腺癌 那这样可能可以对自己的健康很有帮助 今天非常谢谢副院长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您 谢谢 在人世的旅途当中 不会永远是顺遂的 希望大家有勇气去改变 你可以改变的 有临近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 还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 什么可以改变 什么不能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